对,因为现在的话都是触觅法阻力的 然后这一点的话风行者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好的,我们看一下局的出门 我刚看到了Nothing to say的火枪,它是一个中单火枪,但还是选择了散弹命石 它中单也选择这个散弹命石吗 对 这个就是它想对线打得凶一点 这倒是一个近战大胜 下个小米团,15块钱 风行者,旋风命石 JT的伐木机它没有选择那个第二个转轮的命石 选择那个勾束的那个命石 对,现在大部分其实都是学这个的 这个的话你前面会很厉害 多了一点伤害 然后那个减速很明显 火枪跟伐木机的命石进攻性还是比较凶的 火枪学这个命石 对线应该是有机会单杀这个大胜的 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其实IG应该还是要到了自己一个想要的分路 中路火枪打大胜应该是一个优势 然后伐木机打火女的话虽然说偏扛压 但是配合蝙蝠打对面双长手也有机会 嗯,就没那么难打的 诺万也是以对线著称的这个选择 对 交了一发线弹 要选还是比较可观的 两边这种都是属性出门 大胜的补刀还可以3-1 压了下火枪等级再放线弹 原生民都没补刀 对,对于火枪的补刀还是很烦 交线弹想包远程兵被大胜反捕 这样远程兵 诺万应该也不会漏啊 有板的 诺万的对线还是很舒服之前的两波 这样火枪是不是要存一下这个线弹的能量 等三级的时候大一波爆发了 他得回去卡兵了 当然卡的兵这部线还是在诺万的塔下的 下路有效也可以拉 拉到两个兵,消兵很舒服 诶,这波是板火枪打出buff OK 我A一下,再A一下 感觉诺万这个大胜的对线很娴熟啊 有了buff之后的反捕 远程兵补早了 下路迷团反捕是很多啊 而且动物是有电怪的 这样迷团可以献出秘法节 对 哇,这个走武加电怪 斯文调旋很快 交锤,站好往回拉一下 是,没有交图啊 是的,他是学了一个掩刃 上路再拼 诶 这里萨尔丢榴弹自己掉血直接 震亡了 丢榴弹直接把自己丢死了 不然他等一下,等个电 破破卡是逼死的 为什么 还得靠他 上单杀 中路两发现弹,一下漂亮 大胜是没有仙草 中路三级火箱大杀还是出现了 到了三级啊,两级散弹,直接战杀 虽然说N1的前两级的对线 其实做的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但是火箱三级这个命石的伤害 效果还是体现出来了 对,他学了这个就得打这种效果 走位躲一下T 这样从补刀来看 埃及三路线站的还是比较稳的 大胜是学了两级板来保这个补刀 军军事又被反补了 下路电怪末日 但他也没有一直无限的放电啊 他感觉可以稍微惦记一下 他是学了两个视野怪的那个东西 那个命石 火箱直接堆了三系带在中路 罗安是有点对不了线了 对 四级之后两级爆头 而且线被LandoZ困在了塔前 基本只能交技能补刀 但是他这个大胜也不太具备打野能力啊 下路这个斯文还是被强杀了 这样的话风行者也要承押 这样有点有点玩不动了这样 回去要被DN加砍一直砍 冰线进去砍 这部兵补不了 只能等斯文复活 风行已经被赶走了 斯文活过来 帮风行分担一下 风行这个位置开封不往塔下走 迎着小谜团 斯文强行过来两个技能接一下 风行还在被追 一滴风步 动物被小谜团一顿骑车A死了 是的风行那个走位很难受 但是他又不想直接往远离塔的方向走 选择顶着小谜团往塔下走 是的他风不好了 他如果不往塔下走的话 他也是要交替回来 然后还亏一波兵也很亏的 他没想到自己还是会死的 斯文活了加上自己有风步 风行这一波很难受 这样下一波对方的下路应该是代秘法型 对萨尔已经坐门来下了 因为上路火女是自己可以自己玩的 这波风行踢过来了 萨尔来下了 萨尔应该是想撇视风行或者打他一个TP死的 被斯文赌门看了一下 米团这边应该在退线了 但这波抢游 哇大胜也来下路来了四个 塔下先护一下 还好兵线没有进塔 蝙蝠过来支援一下 但是也很难受了其实 嗯 这个支援的推线推慢了 米团 这波如果兵线进塔的话 对面应该就冲了 这样把蝙蝠TP打下来了 萨尔又回上了 呃那这样的话 其实风行这两波塔刀还是可以吃到很舒服 很接受的 萨尔踢中想撇火墙 两级撇是撇到了 撇火墙够没有伤害 不够 看到人踢了 那万直接落了 他可能不太清楚火枪手上还有没有现在能量 他再往前近身的话 火枪原地一发现弹 这他掉血也会很快 是的 他有点判断不好 六分钟神斧 不 萨尔是没什么技能的 他这 他这不是死了吗 萨尔 马上应该有撇射了 火枪是没有往上跟啊 对 三层有给个狙就死了 其实 搭乘吃到双倍过来掩护了一下 没什么用 火枪是没有低时间往上走啊 给发狙就死了 其实 应该下路打起来了 下路还是不行了 你喜欢打风行 嗯 主要是让末日吃到了一个电怪 有点打破了这个对线的平衡 但他没有低时间出秘法 感觉他如果吃到电怪的话 可以喊他的三位帮他吃过秘法 这样他们就无限技能无限挡 对 就不太要用出一个战功 游戏可以低一点 有电怪加密法 他可以让风行者完全站不了这个线 也可以更早推到这个下塔 这边是比较难受啊 没有地方发财 下路那波没打起来 再想去下已经去不了了 火墙代替有散弹 7分钟两边先空到一个经验符 配合PS 火女的一波支援 PS6点接光机令大招 这波配合还可以 感觉这一波是只有火女来才有这个效果 是的 其他人来都要追一会的 这样下波火枪往中路一踢 下塔就掉了 垂加剑 但小迷团魔抗很高 轻的很吃力 想冲 先手的一个榴弹 再来一刀 掩刃快火了 看能不能火枪先杀掉 一箭中了 斩杀一换一 很转 火枪踢了 迷团 迷团再不走 自己要死了 迷团扛两下塔 然后末日稍微小卡了一个树林 风行者还没有到6 垂加剑 但小迷团魔抗很高 轻的很吃力 想冲 先手的一个榴弹 再来一刀 掩刃 火枪快火了 看能不能火枪先杀掉 一箭中了 斩杀一换一 很转 火枪踢了 迷团再不走 自己要死了 迷团扛两下塔 然后末日稍微小卡了一个树林 风行者还没有到6 风行者还没有到6 风行是扭了一点的有捆的 一发散弹 洞磨就直接死了 迷团应该也是要死的 迷团应该也是要死的 彭哥怎么直接加了 刚才不是2级的2级能吗 没事火枪有狙 散弹 风行往回拉一下 散弹也来了 直接落了吗 感觉 得 一发是去拼到舵母 让自己坐门去上 但是风行也被杀掉 其实C9应该是想找 这种打起来的节奏 也被偏回去 不过散弹给了 配伐木机的技能 萨尔等级很低 杀了火枪会有危险吗 会不会追吗 火枪要死 TP死 果然这里卡托米打赏了火枪 而且萨尔走位还不错 第一时间没死 再边谈一下 想送野 没刮斗 这给他送成功了 这波C9很重 转 然后下塔还被破了 火枪还被递回去了 这波其实给这个大胜打活了 这个萨尔前妻 确实有点搞到火枪了 感觉刚才那个暂停 让IG想了一下 弄了直接 萨尔前妻其实没什么 但是就是靠这个 撇视中 再被杀 对象 对象本身单杀很肥的火枪 现在虽然说还是领先 但是领先的不多 而且对面的谜团是无解肥了 对象本身单杀很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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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比原级都不是很高的 风行者这种英雄打一号位 线上被摁住还是比较难受的 他补经济也不是很快 是他刷的没有别的 其实当时就是对方一手摸着之后出风行 看到对方直接点了一个谜团 就感觉对面可能是想用谜团打风行 但最后IG没有在风行这个位置上去摇摆 对面是打出了这个效果 火枪的这个位置要摆 其实本身也是打出了效果 但是被对面的萨尔两波的撇势 把这个大胜的劣势给弥补回来了 对主要是可能是被下路对象影响了 不过两边的经济还是没有拉开 10分钟稍微对刷一下 感觉C9这边可以组个雾 就萨尔多姆开个雾 感觉碰到谁谁就死了 嗯末日已经有大了 萨尔 稍微补下6级 C9双辅助萨尔加末日双大这一波 还是非常厉害的 但这长时间IG刷得挺爽的 他们每条路都在战线都在刷钱 嗯 伐木基的状态应该也是清过一波矿 然后回趟家 C9可能感觉自己这个阵容末日比较肥的情况下 往后打应该也不是很虚 选择先发育一下 正常来说这个封印者下线应该是带不出来的 只要动不去找他 然后上路萨尔送了 边复有拉 要大TP吗 哦 选择了大TP 确实得保持第一条命 确实得保持第一条命 不然他上路刷了送了 这样也是边向减缓来记的压力 下路风行者这个线不敢往太远的位置带 只能收一波兵然后钻一 摸着身上是有个物的 谜团大已经好了 其实配合有撇视了萨尔也可以也可以打 对他就 其实他杜姆跟萨尔开舞就行了 萨尔这把没那么吃大招的 我点的好像 战鼓谜团 白天视野看到斯温了开战鼓强追 反手锤两个 萨尔不在 萨尔不在 这波开舞没有收益 被埃及打了一波信息 其实C9打出现场优势之后 他们在下半区应该是可以扩大的 但这段时间感觉没有能够扩大 野区突然杀出一只大圣 这末日真是不太想给这个斯温甩大 皮士给到了 萨尔是在中路给到了一个斯温 皮士到野区 中路杀了一个人 12分钟了已经 这把杜姆9分钟就到6了 其实他自己要想办法 把这个大招甩出去的 这样带着末日跟迷团 双大的威慑来逼中塔 火枪马上有散弹 但是现在的这种散弹 是清明岛一波兵的 对 没选择放 他是杀人更厉害 但是清线不行了 收塔不行了 中塔推掉 然后还是选择再发育一下了 这里野区的远古蝙蝠选择自己清 对 因为他差的跳到时间 他差的跳到钱 他差的跳到钱 他这时候也没地方去 其实 对 这把IG确实比较需要蝙蝠这个跳的先手 不然他们也不好打 C9是 推完这个一打 他们是又刷回去了 没有选择继续站住主野区 然后也没有靠萨尔大圈去找人 末日还是有点在护大哥 并没有去找对面的人打 这波大圣带着萨尔过门 这两个人其实白天看到人是非常好抓的 他们现在就是看到谁 谁都能杀 马上叽叽萨尔了 带多姆进个窝 从主野区 扫描了一下 没有扫到人 然后在主野区 C9自己没有进攻眼 只能是靠白天视野看 火枪之力要被看到了 看到火枪了 对 板定位 稍微瞥一下就可以了 诶 又视野了吗 瞥视框大 多姆在靠 嗯 迷藩也在 迷藩在战场IG应该打不了的 对被包夹了 马上多久有D 封信者还能追吗 8秒应该来不及了 感觉这个时候 只要C9打到先手 IG的团 有点接不了 是的 迷团是已经占狗笛子了 IG很缺输出的 他们如果想打人的话 得等蝙蝠 蝙蝠跳拉 然后伐木机第一时间再来战场 顺秒一个 诶 这里蝙蝠清完矿之后 还是比较快的把这个跳补出来了 很关键 这里IG刚才应该是刻意给蝙蝠让了点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 酱油死问确实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发挥空间 最多就是吃尸记呢 对这个英雄强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他的三个技能削了削了很多的 五个人的CD还是富甲的事与时间 蝙蝠跳刀 开悟 但是没有带伐木机啊 不带伐木机的话第一时间输出可能不够 如果被C9蹲到的话 就基本是只能靠火枪的这个线弹 火枪直接漏了 然后带伐木机进屋 反正这三任务才对 然后火枪自己漏 上路是漏了一下大胜 但是大胜是比较灵活 不采野不好抓 去上很难抓 不如直接包中塔 大胜是直接踢中了 躲开了 蝙蝠带了一个假眼 看一下往哪个位置放 他们看到大胜踢中了 点了个眼 这波没有选择包中塔 而且密斯这么久 我估计C9应该也意识到了 这样就是把两个眼点出去了 这个眼也是看到了C9开悟 这波C9是比较强势的 火女也更新了复灵索 谜团带战鼓笛子末日跳刀 非常强 想了想 没有直接冲三小区 还是选择去下 C9这一波开悟的路径 IG应该也大概能读到 IG是知道C9开悟了的 他们是眼瞎悟的 是的 两片野区全部避开 反而在线上打 火箱的位置有点危险 赶紧踢斯文帮火箱破物 这替火箱死了属于是 这种八级死闻杀了也挺爽的 而且两个人就杀了 其他人 萨尔已经先做门去杀找人了 这里复灵索和女祥找一波单杀吗 有眼不过 先手复灵索极限光击阵 甩大招 加普攻伤害够不够 萨尔皮士给的早了一点 风行想反地反 反杀是反杀不了的 萨尔皮士给过了 他可以走 没人踢啊 他可能想反杀啊 因为有人踢了 有人在他附近 感觉如果 就是那个眼第一时间 看到火女的时候 再先踢一个 这里看到谜团在勾 但谜团太肥了 战谷加敌自谜团 杀不掉 他们可能在等人 伐木基不在 11分钟只有1700 埃及现在四个人 被压的位置比较难受 感觉需要打一波出去了 然后对面又退回去 而且整体对面 其实靠的还比较近 有点找不到突破口啊 火女刷钱也是比风行快很多的 风行跟火枪有点刷不动的 火枪他这种加点有点刷不动的 这里有一个塔前眼看到了伐木基的位置 加一个扫描 这样大胜应该也是不会被找到 这还记得局势非常被动 而且其实对方再攻过来的话 还要被抓人 中路有没有视野 没有视野 两边四号位大标都没有放出去过 都挺急的 找到了有大 瞄了一下没给吗 他怕大了之后踢走 他失误了这波 大胜有板也没交 落过来才看到 应该是低级的CD 不然应该不会不交的 这波动不失误了 他直接跳P了 他直播跳大 法门G必死了 跳大流P 对吧 对 他P完之后发现 他那个失误了 然后他觉得法门G会踢走 都没低时间S了 这波JT算是逃过一截 但是总体局势 对于IG来说 还是非常的不容乐观 火女喊兄弟们打盾 这波IG开悟化的线 是有点往着他那边去的 IG是想接的肯定 他们技能一旦甩不出去了 带火枪进雾 打得也不是特别快 这波末日没大 有可能是一个金块伐木机 有笛子了 这波火枪散弹开视野 就很好打 蝙蝠随便拉一个 末日破雾 过来吃第一波技能 末日直接白给 而且盾好像 盾还是被火女拿到 蝙蝠跳刀抢盾失败 火女的位置很尴尬 在里面 或是直接买火 这个有点不冷静了 直接冲进去了 跟盾一换一 跟盾晃完之后要走了 但是有萨 萨已经阵亡了 不过有一个魔晶版的大胜 应该走得掉了 火女搏了 ID打不了了 后排兵团拉住 伐木机火女输出 然后正面的火枪斯文是反杀了一个大胜 打两个战场的话 似乎差一点慢 不过后面应该可以全收 这光击阵还是晕住了火枪 维哥是没魔踢走的 不然困着招了可以踢走的 这波让沃森的火女是完成了一个收割 盾也是从头的卖了出去 这波卡神没抢了盾 如果抢了盾 这波画面就不一样了 他其实没有管了一个动物 直接就奔着肉山去了 然后进去是被大胜直接板住了 然后被秒了 如果抢了盾的话 这波应该打过了 这个装备等级领先的火女 带盾两场命的伤害打得太满了 而且战场开起来之后 没抢了盾 首先看一下 末日挺在前面 帮队友争取了一个拿盾的时间 然后末日交了买活 蝙蝠这个抢盾没有抢到 那时交了一个板子 直接摆给蝙蝠拉没有交出来 冲刑者想进来跟火女打 但是杀火女去杀的还是有点慢 对 他这波红感觉有点急了 只是火女这时候已经戴上队了 他进去也是一万一了 一团后排 拉伐不击杀的时候 正面是杀了一个大胜 最后就被火女全收 这个复零锁光机阵给的也很极限 一团再补一件团队装 赤红甲 感觉这种团队装的版本很适合DM 就出团队装就行了 对 也不需要什么过多的操作 可以保下线 二十分钟打进去 只要打起来人在战场就不肯定 有钱烧了 送贾加第一个 火女空盾掉盾很快 这样的话对于C友来说应该还是要再发育段时间 上次我踢了个动摩 上次我踢了个动摩 大胜也是做了一个复零锁 萨尔这边也像牛人 很凶的走位 但是人家没事也 没有眼 想出风云者 有这个萨尔存在 以至于IG这边的核心也是 就算不想出BKB也得做BKB 只能先躲着刷 相信IG的后续能力 手高地的话有一个蝙蝠拉的头发 但是现在他们能在地图上发育的空间 却是被压得比较小 找到一个落单的谜团 这是一个很肥的 找到一波机会 DM 迷团送了一千经济 他在远端高台是有一个自己的视野 但是队友不在乎 然后也被IG的高台眼看到了 这样能反过中路1卡好像 不算30秒CD 直接又开了个屋吗 蝙蝠这波已经是没拉了 感觉这种就 比较难先手到啊 嗯 耗风进复灵所先手 这样算了啊 打田去了 上路前很差 上路好像是刚好接到了一个过门的大圣啊 但是破误的一瞬间 对 你不好判断位置给复灵所 对 这样 弄万想操纵吗 破门之下了 弄万是自己买了一个魔晶啊 对 火枪刚才是标的BKB 但还在考虑 对他刚拿了个大人头 然后就换装备了 这把伐木击打对面这个阵容 感觉也不是很好发挥 没错 团队装了 偏工具人一点 对 火枪就正常装备 大圣队就补宁肯 旁边弗拉 左边IG这边就一手工 只要不贝拉 就不会死 装备整体领先比较多 所以火枪也觉得不太需要暴速出 C9这边在等no1的BKB啊 等到BKB应该会开悟 是的 其实感觉C9这个末日萨尔 中期可以打的更凶一点 萨尔有好几波走位很凶 但是都没有撇视到人 感觉是视野做的不够凶 对 萨尔这个英雄 就是得全身带个眼 就是得牛个眼 就是那种需要靠视野牛人的话 得差也低 感觉这段时间 C9跟IG对刷 对于他们来说 是有点亏一点 还是开悟了 火女提上 其他人开悟 火枪的装备是转成了大殿 C9这个扫描是不是交错了 扫了一下几方合道 可能是点错了 蝙蝠 这里low应该必死 打了一波信息 对方三个人在上 而且是破了一个误的 但是这样的话 C9应该是一波推上塔 这种其实还好 萨尔这边打过魔方吗 那魔方还在吗 末日 祖母 有进化怪 没视野了 应该 不敢追了 火枪反点 伤害还可以 给一个副灵锁 萨尔反手一个大招 末日时间把大爷甩了出来 大圣一个切入的位置很不错 打百大扣了三个人 大圣也领不住 可能得跑 火女也赶过来了 这边IG还是要退 火枪手魔晶一下 再被大圣无限追 好像没有火枪的视野 判断错了方向 对 追了下面追错了 刚刚是放了魔体哥 知道知道在跑 但是追出了方向 大圣逼逼逼了 这波虽然说第一时间末日落单 但是他用自己的身体留住了人 然后给队友支援 支援过来之后 正面野外团还截还是有点截不了 想把大圣刮下来 昨天就出了跳刀啊 诶 这边精准拉住了一个72边的大圣 有BKB火枪的输出够不够呢 有点吃力 是红甲一开 然后 魔晶板残血 避到火枪脸上 这一波反打很果断啊 这波有点炸了 风行落梯还要打吗 有BKB 强行BKB旋风打三个 伤害有点刮痧 空步马上到了 直接跑了 应该打了一会吃红甲 嗯 还是双方的装备差距有点明显 埃及打不死人 所以就画了个线 空上面去等下来盾 拉大圣的这个机会其实还不错 但是伤害不足以斩杀 大圣这一波有BKB 他打的决定也很果断 主要是队友都在附近 直接给他上了敌制加吃红甲 打不动了 是的 萨尔大勋章 末日是有大鞋的 埃及 大家想得风行 好像被风行淡杀了 看一下下落 逼走了 是没有捆到 捆到应该杀了 他们就过来捕到也没有捕到 就是埃及现在野外团 对方的团队装实在太多了 他装备不够好 只能在手高的时候 通过蝙蝠拉把一个人 拉离对方的这个团队的范围之内 才比较好杀 要拉出对面谜团的这个阵型 盾是一分钟踩进刷 感觉这一波盾团埃及应该是不太好的机 看到火箱了 看到了直接跳杜姆牵手 位置比较深 大胜没往前 大胜没敢上 对 在侧翼留了一个比较好杀的将有死问 选择摆大 但是队友的第二手附零锁跟上了 死问cd 死问应该是死了 看了一下把死问卖掉 有点肉啊 想拉 诶 这里过来补刀的莫士师被拉进来 但是也没有后续的控制给到 死问死了还缺一个二手控 风行在下路打前 这不还好能外没上啊 如果上了的话火箱就死了 优势比较大的情况下 c9打的也比较稳 他们应该就是大策略是控盾 用小的战场打的都比较谨慎 现在IZ的核心问题是 风行者的装备不够 他们上面的输出一点不够 等他跟到大炮其实就有输出了 看这个盾怎么渡过去了 等c有带到那个盾他们是要上高的 要直接A高D了 其实他这个林肯活女带盾A高 还是比较安全 而且有战棋啊这一波 不能打完之前两名架后前去找人了 我跟着轮子找伐木鸡 那个轮子什么轮子 为什么是往上轮飘的 确实 是试验效果嘛 直接把A9骗到了 还以为他往上勾了 对直接往三小区飘到那个轮子 隐身符啊想去找人 隐身符啊想去找人 比较大 很稳啊杀人 就要很多技能 让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想来打的狱王 对我 我已经吹了 c9这一局就是想稳稳的拿下 不想出意外 再开悟扫一下 通路火墙少喽 火墙还是一个没有BKB的状态啊 还是比较危险的 他们就觉得他们缺叔叔 这波直接A高 有一辆车 想了一下还是转中路2塔了吗 非常稳 没有轻易的B高 下波兵还是得上吧 是随制的 对 其实优势是足以直接上高了 诶 这里用复零索破林肯蝙蝙拉住想强动 恭喜开了BKB但吃了末日 再开个塔房劝退一下 大胜一个魔晶板撤出去 他这个复零索破林肯配合蝙蝙的同步还可以啊 打了一波火女先手 把对方的这一波上高给卷退了 但这样C9挑战一波补价就接着来了 左边没技能了 空情没BB 蝙蝙没拉 右边动摸大不大没关键的 他提供个大下光环就行了 嗯 C9整顿一下 但是我感觉C9他不一定会抓这么紧凑的机会 我感觉他们打的有点过于求稳 他们不上其实也行 因为对面毕竟是有火枪手 嗯 还想找机会开战鼓了 知道了 这里想偷偷出来打魔晶 这波可能给对面开战场了 点了一个眼撤回来 多日留人配合撇士 火枪输出很高先点死末日 等死问一换一了 但是魔晶 IG想保这个魔晶 他们其实不打就行了 不打C9打不了了 就站着了 他们自然会走 现在其实火枪的输出一点起来了 打这个战鼓末日的效果已经比较显 这样拖的话 其实感觉对C9来说 也不是很稳啊 他往后拖只要蜜团跟跳到BKB就行 IG这边很难断的 就如果你辩护跳拉我一个核心 我蜜团直接跳上去 跳拉你风情或者火枪的 对他们确实有 迷团加末日的后期 但是这边IG的双炮台的输出也在提升 就是没有他们之前打吃红甲那种不掉血的感觉 对现在是有输出的 两个方向没破误 想出来找一波机会 C9这局确实没怎么给机会啊 魔晶也更新了金箍棒 方便很好 我打招站好 IG人在下路 C9上路火女盾还在 想找一找机会 巴姆迪摔断兵吗 打钱 盾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稍微摸一下塔 拆不掉应该 他们好像是没骑自的 这波兵有点远 半龙之靴 没掉 路应该是破不了的 40秒多应该不敢拆了 嗯 可以退回来把这个魔晶抢了 一直有点想上 想摊一个远程兵营 不离锁破林肯撤了 IG人是都回来了 短技能他应该顶不住的 感觉活女店想打这一波 直接是林肯CT被拉进来了 很深的位置 反正我火箱被弄不到了 火箱没有别力 对 只能站床反打 正面火女 有金箍棒硬点风行者 输出非常高 火枪风行者 全部只想选择双买火 但火女盾还在的 火女8秒叫盾 又捶了一个林肯火女往回退 可以全身而退 这波IG 就算买火守住 感觉经济拉的也有点打不回来了 风行还有BKB 开BKB大招差一秒钟 强行往前开大 但这样他自己走不掉了 大有地 寄回来 又失误了 但是不影响吧 这波打完正面 这一路是稳破的 一个魔晶板直接冲到火箱脸上 给狗爵强动火 经典且招牌的英雄了 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对线能力 比较强的选手 这上局的大胜打火枪 烈士对线的话 前两波打得不错 但是中间还是被杀了一次 但是后面又通过打架 把这个局势给找回来 埃迪是直接开悟来到这边 因为他们双进战 双进战的地方 就来这边搞点东西 看他们能卡下兵什么的 如果看到人 如果我玩到那个人必死的 小路点了一个观察者 然后卡一个位置 下路C9是有眼的 看到IG的人了 别躲开 IG也点了一个看人杀鸡的眼位 站在高坡 IG应该是想吃完什么卡卡兵什么的 把线直接卡进塔 嗯 两边都有一眼能看着 C9两个人直接跑了 没有被收过路费 埃迪这边 直接卡兵 但那边应该也会卡 对 他两个人跑了 是去开几个兵去了 嗯 但是发敲直接学了框啊 卡不住的时候框一下就行了 就如果平线没有进塔的话 直接框了 没有等 哦 这局莫言的帕克 是选择了幻象法球命史啊 比较少见 这个如果你玩的很熟练的话 这个比那个那边厉害的 比那个成功厉害的 因为这个会很快 弄万确实还是选择了火龙 就自己发育 不管不用管帕克自己保证补就可以了 属性出装 神龙白尾 第一波4-1 补刀很舒服 他在排阶下掉了 这波兵喷一下 卡刀也很难捕 直接学了沉默啊 没有学了 对 因为他打龙骑士 基本都只能靠技能补刀 沉默补刀应兵 这样可能 还会被小压一点 嗯 龙骑士还有四个兵没捕 上路一个5号位的独狗 拉龙 双眼诚 被凡踩一脚 凡凡没劲 没有危险 这把应该是想用凰凡打发条 但是发条直接是打小鹿的 obviamente 这个关键时侯也是能看到这个轨迹的 这波装住点帕克兵都不要了 打一套 总体打帕克确实没什么压力 而且可以看到下路TA打拔步机的优势也非常大 这边关凤凰卡一个凤凰一级 但是伤害好像是不够 有马赶了一下 没敢追了 在风波小野 下路双近战打对面的双远程有点压力 上路双远程打这个大人马 好像也打不太多 压不住人马的 就可能会把风光打得比较强 但是应该压不住人马的 到了人马三进点个被动 我也不动了 我觉得这个法球真的好快 嗯 但这个线还是挺迟 而且没有学三位转移啊 你们是硬扛兵 哇 交了一个沉默 再被吐一口 哇好难受 我还是知道没有学那个 对 这样这武兵推过去 有点玩不动了 要回家吗 不回 但是 这个线被龙骑士这样卡着 下路 抢到一个莲花 小路有加血问题不大 哎呀没站起 打不死人 这把C9先上的补刀优势有点大 刚刚是开了个塔坊 反正不能两个刀 但是No-I已经被抹了 装住 帕克反传回来 瓢了一下塔 回了一下状态 总算手下被转移了 这样波收给主兵开醒 再去控过服务 总算是把龙骑士状态打下来了 度过了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段时间 想吃下服 刚才小路路过那个服点没去吃啊 还是让帕克吃到的 这样一波控 送水家赏金服 状态好起来了 下路伐木机没有血皮 伐木机的刀是有点少啊 对 扛压TA先买的鞋 发掉就直接去勾兵了 哎 空踩了一脚 再来想压一波冰线进塔的 他要等级有点低啊 小路三级了他三场 帕克生意在玩冰线啊 应该玩得挺舒服的 跟龙骑士刀差不多 嗯 反驳了几个无所谓 两边队发育 还是没有人头爆发 这种情况 C9觉得也可以接受 上路人马是已经爆仓了 直接停了两个队斗 哦小路来了 这个信息应该是 可能会 可能会爆 哦这波并线进塔 感觉是一波压制的机会 对啊 先关用了 关了凤凰 对 烧了一个石头怪 八条踢过来 哎 凤凰残血冲塔 他一直过来给一个榴弹 这样凤凰有可能会先死吗 凤凰先死 嗯 风行者应该也要被烧死 这个一换一 DIG拿了一血 但是死了大哥 能接受 他自己的一血 红哥自己的一血 下路TA打伐木机 确实也没什么压力啊 TA是直接水了两极力啊 就是要打 就是要打你身上 嗯 是的 这样的话TA下路先到六 伐木机 也有点玩不了 帕克 在这边 哎呀 这个状态很难啊 直接飞过来追很凶 再把帕克赶走 小鹿也在包 华小技师这波帮帕克挡枪了 龙七到六 看能不能刷个下斧吧 如果刷个下斧还挺舒服的 嗯 谢谢 他要死了 TP应该是快赚好了 可以逛个平 嗯 他需要帮帕克手下中塔 下路叉木加力非常大 状态也只能回家了 走回家也只能 感觉这样如果 C9这边窗掉 那我往下一包 可以超过IG的 气氛中心也不够 这波是先跟着龙骑士 逼一下中 但是他们天辉的头是车 好像已经被消掉了 没车的 推是推不掉的 他如果是 他是火龙的话 小鹿 找个人吧 小鹿 把我们一回家补了一下 下路车是在的 炮了下塔半血 这部车应该是被消掉了 差不多有点远 对 TA是已经6级了 线上的线顶倒是铺的不算特别多 这样没车的TA应该不想要哈 应该直接刷野车 但是可以看到7分钟 C9的线上补刀经济领先 已经到了3000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对线领先了 应该每条路都被压了1000 是的 上路 上路彭哥是拿了一血 所以还行 咱们记得压了有点多 而且独狗上路应该是一直在买药 自己身上只有1000 跟那把死人差不多 塔后有眼直接强冲帕克 把帕克赶走 然后回头来推这个塔 波焦了 清不了兵了 伐木机 伐木机也守不了这个塔 他现在都没到就 对 这把因为伐木机穷 这里帕克是想强行着把兵带回来守这个塔 交全技能最后一个极限波走 为什么 有一个榴弹的最后一跳 没死 宋野再躲 宋野成功 王博焦这波真劲力了 但是其实没什么用啊 他虽然没死 这里这样有个陷阱 扎了一下塔条 有说是稍微延缓了一下对方推中塔的时间吧 操作了都操作了 嗯 这波凤凰是有一个恢复啊 再飘一下没飘到 进塔消失之光也没烧死 IG通过这些细节 就勉强维持局面 但是 大面上面影响不了C9的推进 延换了一下中塔塔雕的时间 嗯 也是局势 确实是烈到一定程度才能 只能想 只能想这些办法 正面打不过 9分钟已经落后4000了 而且人马已经认甲了 已经突破不了了 满被动 有认甲 认甲在运 C9很明确 继续来上 IG就是非常简单的接不了 看到毒狗 毒关 小鹿应该CCD啊 刚招了也怪 其实IG的每一波 就这几个操作都是很正确的 但感觉也没有什么用啊 可能伐木地这个英雄 是个陷阱吧 要么他选出来 身上都是裂的 嗯 可能就是这个英雄 要么就前 就一拿手就出了 你后面出的话 可能得看着对面的一号才能 我看他上马仨就出了两个护文 这个要冲上两个一塔 中路想突破一下 凤凰 凤凰没有到6 人马是给了一个大招 救了一下 在极限飞走吗 暂时没死 再勾 走位非常漂亮 卡通米 又吃了一个榴弹 啊 终于死了 还是调死了 哈克是传奏了自己 还有哥罗伯兵好像 但这波伐木地又是把自己打了一个大惨 还是只能替回家 勉强杀一个凤凰感觉也不是很帅 这种开张自己不死的人就能接受了 亏一点感觉是哈克伐木地都死了 能接受了已经 都很极限了 这让IG三小区已经刷不动了 如果TA直接进来浮现你的话 是的 就感觉IG的每一波操作都很吃力 但最后的收效都是很威 但是对面每一波打得很轻松 通下塔都掉了 哈姆基现在刷进空间已经很少了 就他刷人鼓感觉都要想一下 对面会不会来抓他 TA可能就直接要进来抢你的这三小区了 没队友靠 有一个观察者看到发条 两局看下来C9建立优势之后 打得还是非常稳 特别是Watson这个点 直接过来抢了 有陷阱 这个三小区IG也回不去 窗户路都还没有到6 这样感觉在这个时间被对方拉得有点开了 主要IG这边很难杀人他们现在 然后刷现在也刷不过 就你大哥风行跟大哥TA队位的话 而且对方的三合等一下中期的三把跳刀走出来之后 他们这个比较凶的强势技也要来了 对阿仙卡尘现在在5级 5级刚出头 估计13分钟才能到6 人马选择不出跳的 人马直接走成对装了 TA跳刀 龙骑士也不要跳刀 感觉他们对DM的定位就是很可能让人死了 公共少了个机会 但是太雪开出来了 来了四个 三呼万小鹿杀得很棒 叫了主要大 强杀 开始是一换一一 TA跳刀还没有运到身上 这波龙骑士带凤凰选择了一个开悟 想继续压回对方的三小区 他这波知道你伐木机刚才踢的钟 然后往下走 伐木机就没有地方去了 只能再下 就直接开悟往下走 伐木机的血量只有一半 还是个猜眼的位置 收支波线应该是死了 应该是死人了 应该是死人了 然后还能再清波矿 19应该收完这波线开就没有矿 我是被伐木机清过了已经 那边有三波矿 对吧 C9线上优势很大 而且IG的一塔掉的太早了 所以野区其实很早就失手了 现在C9已经开始点位置非常深的 二塔后的进攻眼了 凤凰趁着悟务时间还在啊 点着个眼 这个队就是护腕队啊 他凤凰还出了双腕 优势局酱油这样出装 加三号被出团队装 确实让IG杀人很吃力 就是找到一个落单的小鹿 风行选择交大 杀是杀掉的 但是也就是杀酱油 杀一次还可以啊 杀两次就挺舒服的 嗯 这小鹿在加弱女排第一的 其实他这波感受到危险了 好像是有眼啊 但是还是死了 那个地方是有个眼的 看到对面的人都在的 现在C9的三合的刷钱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来计算上去刷完 再回来刷 然后龙七时间飘到之后 补子愿针对一下帕克 因为他本身也是个火龙 刷比较快 好像是终于到六了 拳头4比4 经济领先5000 等到C9的下一件装备 可能就要压IG的二塔了 人马的笛子和龙七的子愿 他们想推塔得看TA位置 得TA刷到哪他们才能推到哪 小鹿送了两波其实缓过来了 这波应该就一死一下打TG的 对 但是好像小鹿上当了 别装住我 点小鹿 来的人很多伐木戒来了 小鹿有大 小鹿直接死掉 帕克大猪肉凤凰 但是应该没什么技能了 对 又杀了个小鹿 只杀小鹿 这波No1是只想打TP的好像 这种进攻节奏 圣唐斯克都没有参与 开始保持自己的节奏 圣唐斯克的这个魔晶 对埃及的威胁是很大的 对 他是没有直接出 出来灭 先出魔晶 想打压制 了 TA魔晶加龙奇 子愿的这一波强势其 埃及格阵容有点 难 难抵导 双沉默 摸了个眼 直接被秒反了 uğход 这波上路是C9比较凶的一波进攻 这波TA也来了 这波又有点难防 而且有个塔后眼的 看到你踏到技师的位置了 先放陷阱 魔晶陷阱 但是高台TA自己是踩眼了 帕克没大 帕克没大 C有跳 能跳走吗 跳走了 这样发射技师勾没了 而且暴露眼位 再被龙骑士装住 但是C有冲这边 他有点没空啊 龙骑的位置很尴尬 龙骑要送我 被毒口大 伐木机切点输出 直接秒着龙骑 人马还没有笛子 也没大招 自己也被留 这波有机会 帕克杠着好大招 这波C9送了波大的 无解没帖也要死 哇 这波是没想到 C9三大哥一个一个来 而且双辅助都没靠 这边小鹿上路也要被留下 独狗留了一手关 等队友到 帕克已经来了 杀小鹿杀的是比较慢 但这波C9感觉确实送了一波大招 他们太贪了 有点大招 嗯 他们其实那个TA跳走之后 主要是弄弯自己的问题吧 对 他其实没有第二手 控制跟那个 爬条了 其实TA这个 吃钩跳走 看出对方眼位是比较赚的 但是他这里自己没龙TA跳走 他顶着眼子上是判断出现了个明显的问题 对 他其实跳走 他们如果都是上路飞塔 然后再控队 其实这把IG就差不多已经到点了 是的 这样是给了个机会啊 空凝已经定第一了 嗯 C9这个队伍上一局还是他们优势比较稳 但是这一局还是提前出了一些不稳定性 他们就是不但会打进攻 其实上把也看出来了 嗯 刚才防范基是不是被抓了 啊 龙骑士紫悦 他们刚才其实都没有底子加紫悦 然后就到这种地方来打 他应该知道这里有一眼啊 先把这个眼反回来 呃 凤凰反眼 吃几キped自己是有吹风的 这样勾 勾风往事不太理智了 冲点直接吃龙奇子愿 风行有护灵锁 双捆 能秒凤凰吗 凤凰很有弹的事实 极限吹一下自己 但是风行有点输不了 这人满在前面 咱们就做了很糟 近来切死凤凰弹被盗住应该也是一换一了 后面看龙奇有没有下一个跳档在追人 我龙奇好像没龙了 吃了一个加速 中路二塔后的视野还在 呃 强行的一个庄子愿 能忘了一个人吗 其实我龙奇就有几波跳庄 他都是没怎么看队友的位置 是的 他这我可能只有想调皮一下 他自己一个人输也不够少 就哪怕队友没有关 他这里要是真吃可多果大 还是有点危险的 这人满也没打 C9在中期优势很大的时候 还是有点各玩各的 他这样玩是感觉这个人马还挺迷茫 有点不知道他跟谁打 他其实就去制定的就是他 他这个装备他对我再一个他就死掉了 对 其实中期C9优势这么大 我们就没有看到这种人马小龙站在前排 然后后排两个队友看着 平均的队友踩了伯迹性能 加一个资源 都很关键啊 救了帕克 哎呦 但是TA这个包抄到位 但是TA好像要死了 哎 顶到风行者脸上落单 没吃到人马的一个团队装 TA先死 对 还是收掉了 加一个随风 踩空了DM不 嗯 哎 不过这波残局还是给C9收了 双核换了对面的无解肥TA 这样还是什么亏 本来风行 风行精神是跟TA差不多的 这波依者出现的位置有点好啊 一个D直接把两个人打残了 呃 这个时间等到TA复活之后 C9应该是比较需要给他带一个盾 下路优素一塔在了 活着直接T2打盾就行了 哇 八条 想把这两组大野抠掉 很极限 诶 但是看到人马了 诶 诶 怎么他在运啊 没跳 哈哈哈哈 呃 标了一下 先打 先打魔晶 选择T上 这个肩幅扭到21分钟再次 先打魔晶 呃 这里有一个陷阱 也看到来几人的位置 下路会不会炸一下吧 如果我炸死了 我来了四个就不会了 刷拔木机是做了大鞋 打完魔晶 其实C9还是应该准备的 但他们节奏感觉也 不是很快 但是T1踢得上 就先刷着吧 先把上面先刷完 然后再打一下 龙骑士是踢到了下路 这张TA可以过门 可以把上半局前刷了 然后坐门来下 这波打盾 IG还是有点接不了的 虽然说中期没有让C9 直接科大优势拿下比赛 但是目前C9还是优势的一方 这把人马还是中期捕着跳刀 没有去做射红甲 他可能感觉有毒狗在 效果一般 对 有毒狗做双甲 其实一般 这样的话 风型有装备 还是在棚战中 可以发挥一波 旋远风大招的效果 这波TA暗面带盾 还是强势机 还是强势机 这波TA暗面带盾 然后TA带完盾 直接踢到上路就打钱了 在这种烈士局面下 其实Money的风行还是 找到了几波对方给的机会 打了几个收割之后 其实经济还可以 6-2 人马还是要补持风价 你读果毕竟只能大一个 DM自己买了两个屋 开团队了 有个在很深位置的发酵技师 打了一波信息没死 撑起背包 我已经TP走了 DM是自己买两个屋 感觉是要开雾的 其实C9感觉二塔这种 直接平推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A中拉塔 龙心说有BKB就可以A中拉塔 平推中路然后人马单顶上线 人马单顶线其实没什么危险 也太多危险 但是圣堂似乎现在还不是很想打 一直在打前 还是开了一波屋 开雾营下龙心事应该 他们得等龙心事吧 得等个天手 但是感觉他这样进攻就有点 开过于明显了 不太容易抓到人 想打IG的人还是挺难的 都说高地了 IG这一波高地集合是想在二塔尝试接一波吗 他们肯定要打 他们没有地图了这样 他们就看伐木机顶前面 然后如果看着迅章加关就一下 守志组高台眼伐木机顶在前面已经破雾了 看到了一个人马先护训所打一下人马状态 掉血还是挺快的 但是有鼻子 人马很肉 开大招 伐木机也是先死 帕克被关了一下 但是帕克失误了 直接出来了 直接踩住帕克 凤凰高台弹 虽然人马死了 但是伐木机应该还是要死 如果我也死了一点 对 这波出来打跟对方的装备差距还是有点大 伐木人马有点不理智了 伐木机还好没死最后 人马是C9这边最肉的一个点 对 正好人马被伐木机破雾 破雾瞬间的话就直接把技能交了 其实打人马第一波的血量还是挺快的 但是后面笛子一开后续的斩杀伤害就没有了 对 他可能上的人有点多 他最多就是帕克跟伐木机打一套 然后发条这种他是不能够上去的 中心者还没有大炮 出复还没有那么爆炸 诶 这边 大主龙骑士 龙骑士又BKB 对 有PP吗 直接踢走 阿超能够吗 他要再上 抓龙骑士的位置确实落单的 上一波团他没开BKB 这把TA也是没有做BKB 别够做那个进步棒 上路的发条是比较明确的落单 凤凰想过来留 那他身边没有队友 他第一次过门跟队友会合一下 杀一塔 抢手 贴仙交的敌 嗯 看到了 他自己没有留人 我们是在追 哦 人马开大强行追 留住了毒狗 毒狗肯定是死了 让杀人破坏塔 诶 扫描其实同时还扫到了人的位置还在 还没有踢走 呃 但是这个时候过去来不及了 又进入到了跟上一局比较相近的情况啊 保一者这个核心的节奏不断就可以了 这波想好想一高的样子 呃 跟上一把的活女50秒顿 那波很像啊 TA40秒顿 埃及还留了一个塔房 可以用塔房维持一下 撑一波 打不死的一个 埃及这边还挺能受的 这波棒是在运 已经拿到了 这波TA还是比较想把塔拆掉 风行者复零索加大招打一波消耗 把对方的人撑退 帕特也给了大招 总体调选很快 但是开了笛子伤害就不够了 这波都变花 光光蛋没了应该是要撑退了 嗯 两边互交内波技呢 好 盾到时间了 但是继续可以在外围压制住埃及 埃及起了一个宝石 想把野区的视野跟这种陷阱 反过来一片区域 这波盾消以后 TA好像直接是踢回家了 对他好像直接刷险 刷险这个吧 C9应该还是 放在大阶段上面 可能想别等下一代盾了 他们应该还是会找不过机会打的 这边埃及踩眼了 嗯 守着这个眼 但多万不敢跳 诶 上了 直接跳了 通到独狗就直接上了 而且尼肯 帕克尼肯给独走了 这边天灰应该是 有人更新了一把羊刀啊 这把发射几次被秒了 反而是凤凰憋碎一把羊刀 这把凤凰非常肥啊 是的 真的罚不进一个阶级 帕克也是在往叔叔上坐 天车上 但是有点远 他如果能做出来 这把还是有帕克时间的 呃 再找这边的帕克 有一个林肯 凤凰有羊刀 有羊刀加吹风 帕克船走 总体是 对 好凶这个凤凰 帕克帕克带着宝石的 还是要谨慎一点 但是他自己家里的岁也没有停啊 两个眼是看着IG的人的 两个现眼 这波队友开悟过来赢帕克 想找一下这个凤凰 帕克 帕克 找到了 追风 这样走不掉的 呃 亮梯 凤凤凰死得很很快啊 算了 这样可以多推个1塔 下了个很肥的凤凰 还可以 下锅封锁大炮了 少一些种小机会 升起能够跟对方接一下下一波的盾团 好 人马又拉了一件团队装 是红甲 总骑士也在出大炮 嗯 这样的话团战C9这边比较肥的盛藏龙骑 双炮台加上有一个凤凰弹的真击战 其实Ig还是 有点不好处理的 如果 如果Ig这边独够尾切的话 他们当然是不好的 如果独够尾切的话 他们 虽然进入落后9000啊 还是有得打的 狗山是快要进刷了 Ig的这一波盾团应该是奖截 但是帕克的装备还没有更新出来 现在Ig的 盾才刚进刷了 Ig放到几秒才准备刷 风行更新了大炮是一个直变状 伐木机是做了一个A仗 对 如果伐木机吃技能的话 然后帕克跟帕小够贴到后排 风行再输出 感觉画面就很好 那种画面感觉Ig团队就随便赢 所以跟到大炮往下走 盾刷了三任务 这么够T魔有点少啊 Ig先来天徽盾这边占据地形跟视野 然后C9的话是在等这个魔晶 他们在等TA的BGB 顺道打个魔方 等TABGB了再开后去刷一些盾团 那如果盾刷得快的话不就被Ig偷到了 他们应该有陷阱吧 应该有 其实没有 没有 那个TA是能看到洛杉的时间的 对他有天天地的 对现在TA那个时间 能看到的 所以他们就根本不急 但是也快了 差不多要靠过来了 他们现在知道了 把TA拿到BGB了 直接开后来下了 对方过来 Ig刚好退出来 他们是追到准备盾刷时间的 直接应该直接往盾那边疯了 对 Ig的人在中Low了 Ig是担心刚才对方有开悟 但是没有遭遇 知道对面要去进盾了 选择在高地附近再开一波悟 想过来接这波盾刷 C9应该不会选择直接打盾 知道Ig开悟过来了 对 扫边已经扫到了 人马应该会往前站 两边都是3号位吃技能 TA站的比较靠前的位置 破了对面的雾 知道TA在这 跳走 TA的站位还是挺大胆的 也更新这个9号BKB 龙骑士在绕后 对龙骑没有破雾 他想找毒狗 对 后面有个陷阱 毒狗还是进雾状态的 诶 这里看到一个落单的伐木机 这边踩到伐木机 对 先动脸上的伐木机 开出一道的 不远道 但伤害还是很高 伐木机还是被抢秒了 对 但凤凰蛋的这个位置 被两个远程点爆 通行开BKB进来输出 一个BKB顶对面三个 也顶不住 又进不爆 TA 毒狗极限关了一下 出来还是要死 出来还是要死 但是TA的闲量很残 又开了一个折光 帕克没有能够点掉这个叹血TA 不过TA最后还是被收掉了 但是伐木机买活 残集卡我们不知道 打不动他了 人马放大往回拉一下 但这样是白买了 没有说不够到 人马最后就是留了个大招 是的 这波TA的输出还是非常的高 其实风行输出也挺高的 瞬间就把左边好多人打他 对 但之后就残集打不过 伐木机交了一个买活 两边核心都阵亡 还要再等一波 A这边先处理攻陷 正面伐木机的A仗开的还是 伐木机A仗是刚好被取掉了 然后就直接被秒了 重新开BKB 进来打三个 把对面打残 但是TA的这个输出有金箍棒太高了 关了一下之后出来还是要死 帕克过来想收TA 刚好转好第二轮转光 把帕克也炸掉 三下就死了 入好高 发木机想买活收割 但是我给这马达拉开也没有成功 这波 IG是又开过来了 对 诶 这里过门的凤凰落单的TA还没活 这波可能是一个机会 凤凰没弹 别白给了 白给了一个凤凰 这样IG可以考虑打盾 C9这一波感觉也不是 是很快 对 但是要尝试啊 C9可以给吧这个盾 TA再靠了 这个盾TA应该是不想给的 BKB已经撞好CD了 但来不及了已经 嗯 应该是IG先空盾 然后赶紧撤 C9看到IG空盾之后还想 高招后路吗 应该算了 守一个眼 如果眼下没有人过来 应该就算了 C9是抓机会 这个眼是看到花条的 想 想去找 神器背包 TP 走掉 C9抓机会在烈士局偷到 2代盾啊 卡了个TA10秒的时间 嗯 而且这个凤凰也确实给机会了 C9这个 这个 在等TA复活的这个时间 人们 他们的集合做的不是很严谨 嗯 他们至少得三个人 三四个人在一起 这个 那凤凰是在上路打前 然后做本来的下 但C9的双核还是很肥的 龙西蛇做了一个血迹 可以看到C9这个队伍 他虽然说建立优势的能力还可以 但是他 还是有点会给机会的 对 他们就是 只打大节奏 就是很少有那种小节奏 就把 就压制做的不是很好吧 是的 就他们这把的现优 其实跟刚才我们看 机器和一位的第二把差不多 但是中期的效果就差 啊 这里有血迹 某端 如果还有某筋 旁边死掉 里马还要跳彩吗 哎 风行者被扬住一点危险 还好有盾 盾起来 盾起 风行有BKB 但是没大招 风行变弹 先退一下 总期是跳过来看 没有人 风行变队电机 他这波如果不变弹的话 后续还能追一下 这波就是打掉了风行的盾 这波 风行没盾 C9 有点想找机会 TA也是感觉自己的强势器 再往后拖的话 肯定有点要过去了 想野外找机会 有林肯踩住 关住关错了 没关到帕克 刚好被套过来了 而且帕克这波不能买 风行人进来钢铁 还有点钢不过 对面有志鸿甲 看不过 把门地切入感觉也要死 点了一下 风行残血先撤 龙骑士是不在啊 你自己在那边想了算了 对 怕得被抓 中部三打五 TA想在高地找机会吗 龙骑到了 感觉是有机会的 龙骑暂时没龙 但是有一个跳弹跟血迹 如果再看 TA先A塔 看了一下四球感觉不太好上 龙骑没龙 还是撤 还是撤了 还是撤了 他们确实还是 比较偏大节奏一点 他们其实推上龙塔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的 然后他们看到 凡地顶在前面 我都跃不过去 没盾不上高 不算钱 空了过也 现在A技团战如果说想要赢的话 一定是要让 毒狗的几个技能给的比较倒背 而且要保风行者一个比较满的输出 他们要有人能活到第二波 等对面BKB消了之后 打第二波还能赢 第一波就是左边好打的 天辉的这个扫描教的还是挺精准的 应该是刚才踩了陷阱的发条技师 被龙骑直接找到了 但是我看见背包 找不到 哎 这龙骑 很急 没抓到 再把前哨点回来 但是野区是对方有一个假眼的 如果C9 上路其实可以直接逼高地 不用跟埃及人在野外玩 他眼可以看到对面的人 他在外面 他知道埃及人在三小子 他路先逼高地 把人打回来 应该差不多可以走了 帝安门有护盾服 扛个塔 想把这个塔摸掉 哎 龙骑士过来 稍微点一下 还是想点这个塔 就差一下了 在高地上 这种防地顶前面 手狗在后面蹲着 就是扣不过去的 嗯 靠人马的反伤 把塔摸掉之后 应该是要退回来等这 埃及现在应该就是 只有帕克带鬼之后 自己出门扣点钱 其他人都别飞下高地了 嗯 重新补了一个A帐 帕克现在还没有这个比较关键的 25级 双核的等级也是比较重要的 哎 49师傅退得真远 他们其实就是一直这样的 低高低高 然后把人打我 然后我就走了 这种画面就是 这样会把IG放出来的 还开悟直接去了 IG也直接开悟了 帕克再终露线了 哎这里动到了帕克先手 没关到吗 没关到 没关到 帕克不能买 通行者东后排凤凰残血 极限一个吹风 落地的蛋能看着被弹了一下 蛋还是变出来了 不要掉空瓶 有影声 有A帐 蛋正面的伐木机被留 被防弹弹晕住 开了一个A帐往回先拉一下 还要追吗 能追上吗 感觉会去A高吧 陷阱减速了伐木机 但追这个伐木机 其实比较吃 人马是没有蓝踩的 是的 这样操作 如果加久都在靠 但是Watson反应非常快 开BKB 躲掉了束缚机 直接反点死一个发条 人马还在追 还是没磨 但还有宝石 就宝石定着风行的位置就行了 被捆了一下 天爷又过来了 有金箍棒的 凤凰包抄一个羊刀 把风行也堵死 风行也不能买 一换五 防止 防止还有买 这人马是没有蓝放彩 硬是靠脸把对面人全留住了 还是一路追回到自己主野区 击杀了埃及的全部的人 帕克连续两波被抓 这一波的结果比较严重 再也被打了一个反面 这样等帕克活贴也没有BKT啊 他们就有满 但是没风行者 他们也没有输出 卡邦交了 感觉是不是得大到 而且是两路分推的 龙奇的下路也是要先破一路 那CQ这边就很稳了 他们现在是集合了 刚才是TH给了机会的 碰两路可以打盾 想破 这一路是又刷了一个塔房 伐木机不买的话 CQ肯定是不退的 甚至可能会继续拆啊 伐木机不买 超级兵之后全身而退 再去等顿 非常稳 这一波几乎杀死比赛了 埃及 看能不能找一个打吧 龙奇直接打了一个 缆先手 动了一下伐木机 也顶不住我 打了一个双捆风行 开BKT太高了 一刀已经直接半血 哇 伤害太高了 我直接融化 帕克动了陷阱也死了 实际 这样的话 埃及是第一轮小组赛 0比2 输给了C9 也是没想到啊 C9两局的话 都给Warsen选到了 比较好发挥的 两个炮台英雄 第一盘的火警 跟第二盘的TA 其实第二盘的话 他们在前期对线的优势 是非常大 对 对 广告 在不算 跟一切 打哈 白